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两年公关 我们自己研发出的超算系统 以应用到气象预报 分子设计 药物研发 大气预报等 还可以用到基础性的研究 宇宙学研究等 中心华为事件后 也让我国认识到在芯片领域的不足 目前 中科院正在谋划率先行动 计划第二阶段的目标 未来十年将继续针对一些卡脖子关键问题 做一些新的部署 比如 航空轮胎 轴承钢 光刻机等 还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关键原材料等 其中 光刻机一直是中国芯片制造的彻种 就在中科院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 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正式生效 而国家对的进场 华为芯片有希望了 并且中科院院长白春梨表示 会集中全院的力量来做 另外 白春梨还定下一个目标 希望2035年中国能够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并在2050年简称世界科技强国 实际上 美国企图用技术垄断 阻碍我国科技发展的想法过于幼稚 要知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是在欧美国家封禁的情况下完成的 现在美国已无法阻止我国的脚步 未来中国将如何发展 你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阿姨 岑 阿姨 明天 lovoder